演藝當中感覺聽起來非常的犀利 可是裡面也是說著一些很重要的這個法律 我來自於這個三仙台 有沒有聽過三仙台 國際景點三仙台 我的故鄉在那邊 生在那邊 現在也在那邊就業 那今天很榮幸有這個機會 其實我要這個 稍微提一下 就是我們台東 尤其是在我那個部落到台北 尤其到我們這個中央民政府這邊 至少要花五個小時 我希望我們民政府執政之後 我們可以拉近我們之間的距離 要不然我們來回 來回至少要十幾個小時 很遠很辛苦 那沒關係辛苦是有代價的 跟大家一樣 大家都是應該算是主上有的 上一輩子一定是有燒香拜佛 所以才有這個機會 能夠帶領台灣的未來 作為民宿長講的革命先行者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從各國的利益中看台灣的未來 那 那 這個葛造是我阿美族的名字 葛造 達利 達利是我們 我 我後來去翻我們家的那個 那個 去負政事務所去查資料 原來我們 我爸爸也是有日本名字 所以他 我們的那個姓叫達利 達利 達利 好 這個是大綱 前言就是 未來的國家 會發生衝突 主要的核心 就是來自於能源 能源的問題 能源取得跟掌握 什麼樣的能源 油泉 魚泉 航泉 還有地點在哪裡 東海 第二個地點在南海 那現在中國跟這個越南 中國跟菲律賓 都有領土的爭議 這個領土也不是很大啦 就是一些島礁 像珊瑚礁 珊瑚礁裡面 上面是珊瑚礁 可是底下是什麼 石油 這個是 防空識別區 這個 之前 在媒體裡面 這個 黃色的部分 是日本之前宣化的 這個部分 就是中國後來化的 台灣怎麼不化 好 日本與中國 領土的爭議 先個主導 其實離台灣最近 待會兒我們會講 釣魚台到底算是 是誰的 是誰的主權 好 這個是2013年 11月23年 中國正式宣布 防空識別區的地方 他是把 南端 航蓋 他就把它劃到這裡來 劃到這裡來 劃到這裡來 這個是 這是沖繩島的 那個島鏈 那個 那個板塊 這是屬於 菲律賓板塊 這一塊是大陸板塊 是跟台灣一起 從 這個 朝鮮一直下來 一直到南海 好 中日雙方 在東海 主張經濟海域界限 這是油田的四次田 為什麼鬧得那麼兇 其實中國已經在那邊 有五座的油田 五座的油田 有幾座是美國人賣給他們的 那日本在那個地方有兩座 有兩座 這是中國的海間船 就是在看他們這個 這個是 那個 這個主導 周邊的一些島 台灣人怎麼看釣魚台 2013年的4月 日本與台灣達成漁業協定 允許台灣漁船在那裡 釣魚台附近八重山 這個都是日本的管轄權 為什麼我們可以 跑到人家的區域 捕魚 這個 我們可以思考一下 好 這個是陳文倩 在 這個蘋果日報等等 他說 不要自欺欺人 我們在談 才 那個漁權 1971年 台灣跟日本 對釣魚台主權的有爭執 我想這個 這個部分 這是一個模糊 這是一個非常模糊的 一個爭議 那 雙方早就有一個 機制了 那 台灣人 可以 可以去那邊抓魚 但是 不能上 釣魚台 因為怕我們 去那邊插國旗 派兵過去 派兵去那邊駐守 那 中日兩國 內部經濟霸權主義壓力 都逼著釣魚台主權 攤牌時刻 就在這個時刻 很快 就是 為什麼 今天民政福 秘書長一直講說 時間快到了 因為美國也急了 中日之間 如果再不談這個領土的問題 就會打起來 就會打起來 然後中 中日兩個大國 真的都是有 只有台灣人在爭什麼 抓魚的問題 好 好 釣魚台 印藏大量的石油 這是專家的這個 調查 統計 釣魚台的電燃器 可以供給什麼 中國80年 日本100年 這邊是200兆 400兆 這 賴世保是中華民國的立法委員 他在陳文謙的節目裡面 講過 說 平均2300萬的人口 一個人可以分到800到1600萬 所以釣魚台 對中國跟日本 比台灣還重要 比台灣還重要 那台灣還在搞統獨 意識一些 大家很多台灣人 還搞不清楚自己是什麼 好 沒有能源 沒有經濟就沒有未來 這個都是中國跟日本 這兩個國家 中國用添加 併購美國的石油公司 所以21世紀 世界強國的概念 不是軍事 是能源 軍事只是一個 背後的一個力量 好 石油的印藏量 這是1968年 日本的專家 那個 聯合國的遠東的那個 經濟委員會 他們調查出來說 有一千億桶 價值一兆美元 天然氣 這是日本的 兩千億立方公尺 南海也有 南海沒有比東海多 就兩百億 一個是一千 那這個都是我們跟台灣 領土非常有關係的地方 好 各國軍事設施的部署 這是學者專家指出 一個強大的國家 經濟的利益 以海軍的實力 被視為一件事 意味著海權的能力 代表著什麼 該國的經濟實力 也就是說 海軍可以到達的地方 那裡就有我們的利益 要不然 美國 要把60%的海軍的戰力 拿到亞太 我們自己思考 什麼原因就好了 好 我們來討論看 中國 我有一次跟我的好朋友 這個也是被中華民國 68年洗腦洗得太乾淨了 跟他溝通這些觀念 沒有辦法溝通 後來我就說 你們是不是孔中 對中國恐懼的心態 心態的緣故 他不會承認他孔中 他就說 中國很強大 現在經濟很強大 我們不能得罪他 得罪他 他會打我們 好 那我們來 既然怕他 我們怕他們打我們 我們來討論 我們來研究他們的軍事 我們來研究他們的軍事 到底中國 是真的我們想像的 那麼強大嗎 其實不是這樣子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入全國家 中國從來 除了就是 鄭和下西洋之外 他們就沒有海軍的力量 從來就出不了太平洋 出不了太平洋 一直到了這個經濟自由 經濟崛起之後 他們才開始發展海權能力 作為他們經濟利益的護盾 南海將在兩到三年內 也就是這一兩年 這裡一兩年 他們除了那個 遼寧 還會有什麼 核動力的航空母艦群 這個已經 他們已經開始在做了 他們就進哪裡 南海佈置 核潛艇的地下基地 核潛艇的地下基地 大概會有照片 被拍到的 好 這就是他們的那個 這個是屬於他們的潛艇的基地 這個潛艇基地的特別之處就是 你看這個山 它的潛艇可以跑到裡面去 所以為了要躲避什麼 美國的監控 美國的監控 好 這個就是 美國海軍最新的那個什麼 發現 中國在海南省 三亞是建造的 亞洲最大的核潛艇基地 核潛艇基地 那個馬來西亞航空 墜機的時候 他們有發揮一下 他們的那個 戰力 說我們還是南海最強大的國家 那做給全世界看 做給全世界的人 做給美國人看 那 部署了最新的核潛艇 核潛艇它可以 它 比較特別的是個八千公里的這個什麼 洲際彈道 洲際彈道 所以 被拍到的有三艘 到底有幾艘 我們不知道 日本 我們再看日本 日本雖然在二戰之後 美國給它很多限制 他們從那個 國防軍變成支援隊 所以呢 自衛隊它就限制日本不能做太多的那個軍事武器 但是呢 他們為了 未來發展 國際其實的發展 他們也想出了一些方法 除了在自衛隊的那個 自衛隊就是在 在舊金山和平條約的架構下 他們必須要想出一些方法 來讓他們的武力能夠更強大 不能一直光靠 光靠美國 美國 美國其實也老實自己講 因為他們的經濟這幾年也不是很好 所以呢 他們也無能為力 而且就這麼圓 所以 他們希望 提拔日本 把日本 日本能夠自己有自己很強大的武力來支持 然後 以後再跟人家談經濟的時候 就比較 有那個力道 所以 這個一直在做 還在進行 我想最最大的 最後的目的就是 防衛神會改成什麼 國防神 智慧隊會變成什麼 國防軍 這個差別在哪裡 待會 這一次4月24號 歐巴馬有重大的宣示 就是在講這個部分 美國支持這樣的一個 一個修憲的動作 所以沒有美國支持 任何一個首相 都沒辦法做到這個事情 好 這個我要講日本人 他們在私底下在 在做 其實他們 在二戰他們 確實是世界 非常強大的國家 尤其他們在製造武器的能力 到目前為止 並沒有 並沒有被那個 放掉 放棄掉 那 為什麼要跟大家看這個 日本昌龍號潛艇 日本的潛水艇 它每年建造一艘 每年建造一艘 來 我們來看 動工 動工 2005年動工 2007年下水 服役2019年 那你看 它每年動工 每年下水 每年動工 因為按自衛隊的限制 他們下水 隔一年就要淘汰 就要封存 所以他們可以 在很短的時間 要創造一些 要製造很多潛水艇 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然後我們再看這個 山林中工 他們自己的 那個 穿起造船 也就是日本有自己的實力 造船的實力 造武器的實力 都還是存在的 只是被 現在只是被限制住而已 好 我們再看看美國 美國 美國在中東 防恐戰爭之後 2002年轉向亞太 建構一套 全球最大的防禦體系 美國在中東 總共 既統計 美國花了5兆美元 在那個地方 投入了5兆的美元 5兆美元 哇 那個太多了 所以歐巴馬上任之後 就馬上把它抽回來 不要再投資那個地方了 因為那個地方也沒什麼好投資了 他們投資新的 新的 海底的一些資源 新海底的資源 那為什麼要重返亞太 為什麼 重返亞太 要把 地表最強的航空母艦 移防到太平洋 就是明年會下水的那個 服役的福特號 福特號 為什麼要把最強的攻擊直升機 賣給我們台灣 因為 這個不是給我們台灣人用的 這是給美國陸戰隊用的 那為什麼要把地表最強的攻擊戰鬥機 部署在東亞 在 沖繩 有12架 F22 都是把全世界最強的武器 弄到我們這個第一島鏈 我們說的第一島鏈 好 這個是剛剛我們 這一次4月24號 歐巴馬在皇宮被 被招待 其實你們看這個照片 沒有感覺對不對 其實這個照片 尤其是這兩個人走在一起的時候 這個是有 國際間的一些很重要的意義 這個 律師長有機會會告訴你們 好 這個是歐巴馬跟安倍晉三 他們在談什麼 他們在談什麼 這兩個在談什麼 這是共同宣告 在談什麼 好 這個是 世界媒體的那個 這個都是 好 我們看自由時報 自由時報 裡面寫到什麼 支持日本 行使集體自衛權 這個可能大家不清楚 第二個就是 尖閣諸島 美日安保條約的第五條的範圍 這是釣魚台 這個代表什麼 歐巴馬也全面支持日本檢討解禁行使集體自衛權的問題 他全力支持 這是那個自由時報的 好 好 歐巴馬反對中國 這個是 我看 這是自由時報 好 反對 第三個 這是自由時報 反對中國 武力改變現狀 改變什麼現狀 就是 第二一台的現狀 但中美 美中交往沒有 也不會犧牲美國 包括日本在內其他蒙古的關係 也就是說 像越南 菲律賓 不會因為中國 美國就要犧牲菲律賓跟越南的什麼 權利 所以這個歐巴馬又在重申這個問題 也就是說 從東海一直到南海 的這些國家 美國都會參與 以及反對中國 在東海企圖以無力改變現狀 好 這是今日新聞網 這個是 美國的政策是明確的 這個 從 就經商和平條約簽署之後 就是一直這樣 好 這個 這個都差不多了 這個美國支援 日本其實智慧權 這個 歐巴馬說 在我的指揮下 美國將在亞太地區 與日本這樣同盟國緊密合作 再次發揮主導作用 歐巴馬以此表示 將親自主導 推進亞太 再平衡的戰略 人家是玩真的 民政府也是玩真的 我們跟這些大國 因為牽扯到了大國的利益 所以台灣 有了一些希望出來 歐巴馬 接受 獨賣的專訪 掉一台 適用美銀牌 重點在這裡 對中國針對掉一台獵魚 日段稱 持續進行挑釁新聞 歐巴馬說 掉一台在美日安保的範圍內 如果你再挑釁 我就把你 我就打我 我就把你打下來 他的意思是這樣 全面支持安倍 爭取容忍集體智慧權的努力 這個到底是什麼 這個是 這一樣 好 這裡有一個重點 有人就問了 他說 如果 中國 中國用武力 進犯釣一台 將視同美國動武 這是一個重點 第二個重點是 如果是中華民國呢 進入釣一台的主權 雖然主權有模糊之處 因為中華民國跟台灣 搞不清楚 這個大家 還有代理親 美國仍然認定 釣一台屬於日本的管轄權 侵入美金所防守的範圍內 也視同外國武力 OK 這是美國人講的 不是民政府的立場 這是美國人講的 好 重點 美日安保條約 這邊有幾個重點 依照 本國憲法規定和手續 採取行動 對付共同的危險 前期的武力作為結果 所採取的全部措施 必須按照聯合國第51條規定 要跟聯合國的安理會報告 好 那集體自衛權是什麼 這裡說 當本國關係密切的他國 遭受到武力攻擊 即使本國未受到直接攻擊 也可以使用武力阻止攻擊權 就解放了嘛 自衛隊被解放了 意思在這裡 就美國已經支持日本 解放自衛隊 已經把自衛隊解編了 好 好 這一次日本首相跟歐巴馬 24日在東京 重點是什麼 歐巴馬 我們剛剛講 他要主導 推進 他自己親自 這個統帥 自己 亞太再平衡的策略 戰略 他說這不是新立場 一直以來就是延續了 美日安保第5條涵蓋日本 施政下的所有領土 只差那個 因為現在 按照 如果是按照我秘書長的那種 那種邏輯的話 他應該就是 包含台灣 其實事實上台灣也 其實很早 以前美國的國防部 就已經把這個條約納入台灣 不是不只是掉一台 就納入台灣 好 再來就是說 任何一方 不應該片面 改變 尖閣諸島的現狀 這個是 針對什麼 日本跟中國說的 現在這個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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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屬群島 澎湖 這些 土地 我們美國人說了算 你們兩個人 這兩個人 先不要吵那麼多 這個跟你們都沒有關係 我們來出面 來 解決這個事情 美國親自要出面來解決這個事情 好 再來就是18年來 這是美國第一個 美國總統的第一個 歐巴馬 是在任所有的美國總統第一個 做公開的表態 這個要解決二戰 最後還沒有解決的問題 二戰的那個戰後問題 只剩下台灣跟釣魚台這個區域沒有解決 還有一些北方四島 五島這些 都還要 到時候還要再處理 這剛剛我們講過了 好 剛剛講那麼多 這個就是 第一島鏈 美國的 在亞太的一個 史上最大的部署 從北邊的日本上面一直下來 到台灣 那這個是無水端 就是之前北韓鬧得很兇的 它的範圍 那重點是這個地方 美國的整個 美日之間的那個基地 都在這裡 整個 整個都是 都是砲台一樣 你打過來我就打過去 那嚴國基地 恆虛克 在這裡 這邊是沖繩的基地 就台灣 那現在 現在那個 菲律賓也已經加入了 加入 這是美國太平洋 艦隊司令說的話 美國太平洋 對 今後的重點 是中國海軍 直接 名著嗆 好 這是第一島鏈 第二島鏈在這邊 你看 它現在美國 已經在已經拉到這裡了 它 原本 美國就是到這個地方 到沖繩島就結束了 它現在連 4月28號 4月28號 又拉到這裡來了 拉到這裡來了 很明顯 他們已經在做 非常嚴密的部署 好 這個是美飛簽 簽署10年防務協定 好 重點在這裡 菲律賓將增強防疫能力 並成為奧巴馬 重返亞太的政策的一部分 這是菲律賓國防部長 跟菲律賓 美國駐菲律賓的大使簽的協議 這項協議是重返 什麼 美軍重返菲律賓 鋪平道路 成為奧巴馬重返亞太的政策之一 好 這是第一島鏈跟第二島鏈 這個就是中國解放經所講的 他們所研判的西行包圍 西行包圍 照理講他是一直到這個地方 一直到馬來西亞 到那個 新加坡 一直 牽扯到那個 那個新疆 圍入那個地方 其實我們看這個島鏈 我們以為說這是新的東西 這不是新的東西 19 1952年 杜勒斯 在朝你這個旧金山和平條約的時候 這個島鏈就已經 畫出來了 這個島鏈的目的是什麼 反對 就是反抗共產黨 因為這個島鏈 這個上面比較大塊的部分 全部都是共產黨 那個 從蘇俄一直到中國 一直到越南 那時候都被共產黨 共產黨一直連這個 這個 韓國也 也 也受到那個牽連 好 這個是美國國防部長 2020年以前 百分之六十的戰艦 這是美國加州納空軍基地 好 這個 這是他們未來的部署 好 這個就是F-22 F-22 是地表上最強的飛機 兩架F-22大概就可以 就可以打敗我們 中華民國空軍的戰力 因為它一架飛機 可以鎖定300個目標 所以 不要小看這架飛機 它的造價非常的貴 它非常 雖然說它非常厲害 但是也非常的貴 好 它這個F-22的特別在這邊 這個都是他們的逆中 這都是逆中 好 我們要講這個炎國基地 因為炎國現在 把美軍 把所有這邊這一帶的部署 全部往這個地方跑 往這個地方 往南下 南下 它現在開始開始在增兵 在這個 目前它服役的是大黃蜂 明年開始 2015年開始 全部要改裝為F-35 F-35 這個就是大黃蜂 那這個是 這也是 烈鷹室 直升的 這個直升的 垂直起降 這個也是 這個是 也提升了他們的運輸 也就是 作戰最需要 最重要的後勤的運輸 美國也 用這個 來增加他們運輸的能耐 所以就是說 打仗不是只會打 你後面的運輸也很重要 用這個 這個也很特別 它的螺旋槳可以從 從上面 到這邊只要90秒 直升然後就 因為這樣飛比較快 你螺旋槳在上面 速度比較慢 你這樣飛就會比較快 這個 美國要在那邊部署 美國 將在2015年 將F-35戰機 全 開始把這邊的飛機 慢慢慢慢 汰換 F-16那些全部都汰換 這個是第五代戰機 都是逆中的 美國自己就要 裝備2400架 2400架 這個是 一些同盟國家 他們也都要用這種飛機 未來 嚴國基地 將成為遠東最大規模的美金基地 這個是 美金的部署 這個是他們的那個 整個 好 連潛水艇 美國也進來了 核潛艇 好 美國頻繁的強調 未來要把空軍 海軍 60%的兵力 他把全球的 他們的部署 重新做一個調整 把60%的兵力 全部布置在亞太 美國是一個超級強國 他60% 不知道是有幾個小國 累積起來 可能還打不過 好 那他們來 他跟世界講說 他們來是要人道援助 這一類的名字 那很巧合的是 秘書長控告 美國政府 用台灣的人權保護做訴求 好 那這個之前跟我們講過 安保條約 覆蓋台灣 好 那為什麼會這樣 美 面對國防力量 酌勁強大的 中國 不是講大陸 美軍 對台灣未來 可能要進行軍事干預的 力量 已經力不從心 力不從心 好這個是美國福特號 明年要下水 這個是目前 21世紀最先進的 核潛艇 核帶動的那個 航空母艦 它的特別之處就是 這個稍微跟大家講一下 它是電磁彈射器 它的 在那個 它的 戰鬥機 要下到航空母艦的時候 或者是要起飛的時候 的一個最重要的技術 到目前為止 中國還沒有能力 把這個地方克服 但是呢 美國又已經 提升了 提升了這樣的一個能力 提升了這樣的能力 好 好 南海各國都在 把國防提升出來 唯獨什麼 中華民國在裁軍 2015年 軍隊會減少到12萬人 解除國防軍 轉型為智慧對性子 國防部 就是今年的1月份 宣布兵力新規劃調整 明年開始實施永固案 兵力規劃從21萬5千人 調整到17萬到19萬人 19萬人之間 結果我們的馬英九先生 他覺得17萬太多了 暗示 不排除繼續財經的可能性 是一估經減到13萬人 馬英九說 軍人佔人口數大概0.9% 這比例太高了 若能夠維持在0.6 0.7 就足以維護台灣的安全 幻想起來大概在12萬到13萬左右 他們很清楚 他們非常清楚 毫力衝突引發戰爭 這個 利益到哪裡 海軍的能力到哪裡 就利益就到哪裡 海權的能力代表該國的經濟實力 好 來我們來討論那個間隔諸島 這個是間隔諸島的爭議 交戰國雙方結束戰爭狀態處置 是由交戰雙方簽訂和平條約生效才算是終止戰爭狀態 國際間到目前為止 有關間隔諸島 好 釣一台 領土的條約 目前只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1895年的4月17號的馬關條約 第二個就是那個 第二個就是那個什麼 舊金山和平條約 好 我為什麼要讓大家看這個部分 你們看這個裡面的內容 我念一下 大清帝國到皇帝陛下 及大日本帝國到皇帝陛下 好 未定立合約 台灣歸還中國 中國 這個邏輯 他說為什麼要歸還 他們一直主張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那 重點來了 就是說 那個 而且 他說中國的一部分之外呢 還說 台灣是被日本竊取 他用這種的那個 我們讀書的時候都是用 都是這樣教我們 日本用竊 用偷的 你們認為這個有偷的行為嗎 你們認為這個條約 你們會認為他是用偷的嗎 這個是很符合國際間的條約的設立 怎麼會是用偷的呢 所以這個基本上他們的利潤跟根據是沒有任何的意義 我打贏了 你就說 我要把他要回來 你就說 因為我是拖回 你們是把我這個土地拖走的 所以我要把你要回來 是應當的 我們有 我們的正當性 說不過去 所以 特別秀給 這個是大清帝國的皇帝 跟大日本帝國的皇帝 這個非常的慎重 好 我們看第二款 永遠讓與日本 有一次我就跟一個 我的遺葬跟他講 我說 遺葬 現在有這個事情 你 我就把我們的論述跟他講 後來講到這個部分的時候 他突然跟我講說 對對對 那個歷史我很清楚 那時候 那個 那個什麼 中國 割讓台灣給日本的時候 只有50年而已 他跟我講說50年 我說50年怎麼來的 我怎麼聽都沒聽過50年 他說 他們當初受教育的時候 是這樣 教他們的 可是你看 原文明明就寫 永遠割讓 為什麼變成50年 又是一個詐數 這是一個殖民政權的一個詐數 好 再來就是 這個 台灣全島 所有附屬 附屬 附屬各島嶼 誰能告訴我 什麼叫做附屬各島嶼 你了解的 現在的台灣群島 就好像那個 離台灣最近的 有一個 離台灣最近的那個 島 不是釣魚台喔 釣魚台還離我們比較遠一點 有一個島 大概離我們110公里 那個叫做 欸 突然忘記了 對對對 那算不算台灣的 你剛才講說台灣 日本馬上就跳出來了 不是說你的距離很近 就是我們的 其實 我們要 這個部分喔 三仙台肯定是啦 基本上那不是島啦 好 龜山島算不算 算嘛對不對 那 難道只有這些島嗎 小琉球 那就不用簽啦 這個就 不需要這樣子簽 附屬各島嶼 這個部分喔 我們待會看圖就知道了 我們看到這個從 朝鮮半島下來這個 這個板塊有沒有 這個是有幾個層次 一個層次 第二個層次 第三個層次嘛 這個板塊一直到這裡 一直到南海 有沒有 閃過菲律賓 有沒有 是從 當初是從 這邊是遼東灣嘛 原本是這邊以南啦 都是要割給日本天皇的 都是要割給他們 這個附屬區的是 是針對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 這個板塊的 而不是這個 沖繩島這個部分的 是針對這個部分 就包 當然就包含了釣魚台啦 所以 你說台灣是誰的 大家有 心裡就有數了啦 心裡就有數了 好 好 再來就是 他這裡還特別著名喔 澎湖獵島 這個 你看 澎湖是在這一帶嘛 你看 卡斯科應該是整個 離中國 有一段距離的 這一些板塊的島嶼 應該都算叫做 台灣 割出來的附屬島嶼 對不對 這樣比較 我們這樣解釋不為過吧 可是因為他這樣講很模糊 很模糊 所以我們 我們還是要釐清一下 因為這個 這邊有石油了 很麻煩 所以這個領土這個問題 就要特別注意一下 要特別去跟 屬於我們的 就要想辦法爭到底嘛 對不對 好 這個就是第二個 跟就一個 群島有關係的條約 因為 都是因為戰爭的緣故 割讓出來的 戰爭的緣故 好 第二個就是 第二章 這是什麼 日本 日本 放棄 對台灣 澎湖 知全力 民旗的請求權 他有沒有說 把領土權 放棄掉 沒有 沒有對不對 只是權力 土地上面的權力 那 其實 像這個 這個放棄 這個放棄有 有幾個層次 如果說 日本不要台灣了 他大可 可以把它寫成這樣 永遠割讓 如果他還想要 還想要保留 其實這個是有一段 從1943年 一直到1952年過 過程當中 從原本 中國 美國 英國 有意 他們就是執意要把台灣 就 還給中國 那時候 1943年這樣的一個概念 一直到了 講 中國的內戰 蔣介石被打敗了 開始改變了 英國轉向 要把台灣 割給中國共產黨 但是很多 美國又不願意 跟共產黨 不願意又割給共產黨 所以 這個條約就一直變 就在 在那個 零稿的時候 一直變 一直變 變到最後 這個是最後一個版本 就 最後的定稿 就是這樣 杜勒斯他們很聰明 跟基田茂很聰明 他們在研究這個 千方百計 基石稿 台灣一定要想辦法 因為 英國 一些盟軍 盟國 他們 他們那時候 執意的概念 在那個 時代背景 他們的觀念 就說 台灣不能再還給日本 要不然太危險了 太危險了 所以 才會有不資產公告的 那些結論出來 因為 其實 開羅宣言 當初 他們在討論的時候 這個協議的時候 就 已經講得很清楚 中國也好 美國也好 英國也好 就已經講白了 我們今天討論的是 我們應該還是戰爭期間 我們討論的是 日本戰敗之後 他們的領土要怎麼 處 處 處置的問題 但是呢 你們要討論 你們在這個開羅宣言 有一個條件 有一個前提 就是 你們不能對 日本的領土 有任何的什麼 企圖 如果他是屬於日本的 你們就不能去動 但是你們可以用 如果你們很討厭日本 沒有關係 但是問題是 我們可以用別的方法 來去 來去處理這個事情 所以 這個是 處理後的結果 都不用割給誰 這個台灣 也不用給中國 也不用給任何國家 任何國家都不用 就休想了 但是呢 最後的結論就是 最後還是把什麼 因為 天皇沒有因為二戰 有任何的懲罰 所以 把台灣這個土地 還是留給天皇 大家都不要動 維持嚴狀就好 所以就近上和平條約 就用這個方式 解決了各國的疑慮 變成是說 主要把日本的統治權 從台灣撤出去就好 這個最後的結論 就變成是這樣 好 這邊都有千島 群島這些 都很明確的 像我們看第一條 第一條 條約就是這樣 會割出來就是割出來 日本承認朝鮮獨立 他就指民 你們朝鮮就獨立 為什麼到台灣的時候 就很模糊 這個是兩個 其實這個 我覺得他們是 矛盾的主張 來亂的 就是想要透過這個機會 然後來混亂一下 這個是日本主張 他說1884年 什麼古賀陳次郎 向日本報告 這個釣魚台 釣魚台 所以他們1885年 派遣 語音完真氣輪實施調查 所以依照了 1895年1月14號日本 一直贏 就在內閣會議 宣稱尖閣島市 在哪裡 沖繩縣八重山峻的一部 這個部分 馬關條約沒有記載 這是他們自己說的 所以我們講說 為什麼不要參照馬關條約 明明條約這邊 白紙黑是在那裡 他不用 他們就用歷史 來去做 他們領土的論述 好 這個中國方面 他說 明朝 那個 你們日本1885年 我這邊更早 我明朝清朝 就有什麼 這個更 更模糊了 因為台灣漁民的漁場 從明朝就被化入水晶的房去 然後他們自己說的 那他就說 李當一開羅宣言 這一點 博士郎公告 將 歸還中國 為什麼 中國主張的是 中華民國的繼承者 因為他們 中華民國取代了中華民國 那 條約又算什麼 他們又不參照了和平條約 那個舊基山和平條約 好 兩個國家 都用無主地 先佔原則的歷史論述 作為他們整個論述的 如果這樣成立的話 那台灣土地主權 應該就是原來住在台灣的人嗎 好像也不是嘛 對不對 所以 要用什麼 你必須要 就好像秘書長講的 你的所有權 就好像我們 我們 既我們的一些學者 告訴我們說 高砂祖 尤其是我們東海岸的 在台灣 存在的 歷史 那個 那個 年份 大概有兩千年以上 這是學者的那個論述 我們 我們也不知道是真的還假的 如果是以這樣的話 那 再回到那個秘書長的說法 他說 我說我們兩千年在這裡了 人家問我們說 你憑什麼 說你們 這個台灣是你們的 我們拿不出證據來 我們說我們以前就住在這裡了 我們也拿不出證據來 我們必須要有什麼 世界各國能夠接受 能夠認同的 一些證據出來 說這個是我們的 才有可能 因為在那個時候 台灣的各部落都是 還像諸侯國一樣 打來打去 屠殺 屠殺過去的 都是 你超過我的河流 我就殺你 我超過你的河流 我就會被殺的 那樣的一個時代 年代 好 大清帝國 OK 這個就是 波子郎公告 後來 領土 限制的主張 就 這個四個島 就是北海道 本州 四國跟九州 這四個島 好 到現在為止 引起間隔諸島 最大的兩個爭議 第一個就是 日本從來 不承認馬關條約 第二條 第二項的 台灣副主島嶼 包括地理上的佛二 謀殺 相連一條一條一條 事實 日本人 第二個 日本從未公開 1945年4月1日 日本藝人天皇造書 憲法施行以台灣 集齊副主島嶼 好 來 為什麼他們不願意承認 這個 這個真的叫睜眼說瞎話 這個是他們天皇的那個造書 這邊就明明就清清楚楚了 昭和二十年4月1號 這邊是玉許 玉人 這個證據在這裡 他們也有辦法說這個 可以不承認 不承認有兩種 不講也是不承認的一種 不要講說我們不願意承認 也算是一種 好 好 那時候台灣已經納入了 日本神聖不可承認 就是4月1號 好 好 台灣的地位真相 好 我們從歷史開始 從荷蘭史 河西史起 我要講的是我們那邊 我們熟悉的 拒絕外來統治的阿美族人 這個 荷蘭人的骨頭 漁海 在我們那個地方 滿地都是 滿地都是 現在就在城廣澳港 佛蘭拉在漁港旁邊的小廟 好我們看這個 紅毛橋 這個就是紅毛橋 紅毛橋就在三仙台附近而已 當初 荷蘭人據說是在這個地方駐紮 駐紮 後來被殲滅 這個 這邊這個區是阿美族的區域 阿美族在 的區域 當初高砂族的 其實說是在 我們講的高砂族所謂的生藩 接受文明 沒有超 不過就是一百年 這樣算來差不多一百年而已 一百年前的高砂族 大概都是那種 野蠻的 屠殺來屠殺去的 好 這個 那個 那個 明朝 1863年打敗了正式王朝 結束了那個 然後 第三個就是大清拓之地 就是這個 我們要特別講 虛原1874年 屏東的牡丹鄉 牡丹事件 這些牡丹事件 日本人很看重這個事情 日本透過 利用這個 利用這個 來想要把台灣 那時候就想要把台灣把它收復 然後 藉著這件事情 牡丹事件 發揮了很多的作用 所以因此 這個就是牡丹事件 那時候 琉球那一代的 那時候還是一直有一個習慣就是 每到一個時間 就要到中國 朝貢 那時候 要進那邊之後 那個 送東西 結果在回來的時候 到經過台灣的海域 經過那個 碰到颱風 就把它吹到牡丹的那個 就在九盆灣附近 結果在九盆 結果 進入到排灣族的那個 領域 進入到排灣族的領域 就說你們 隨便進來幹什麼 他就殺了54個人 有12個人被 被救 然後送到日本去 然後日本人看到這個情形說 開什麼玩笑 你們中國 的台灣 為什麼 要殺我們日本人 開始在這個地方做文章 所以因此 那個朝廷就 問 當時的台灣的行政長官 就問他說 那邊的 這個事情 你怎麼處理啊 後來那個行政 那個當時的行政官署 就跟日本人講 那個不是我們管的地方 你們看那個 這個 這個 那時候進來的地方 是從這些地方進來的 這個區塊 那時候這個是 那時候清朝 那時候管轄的區域 那個 那個行政官署就說 那個不是我們管的 我們管的只有到這邊而已 這個一半 我們沒有管到 因為那邊是化外之地 他講他是化外之地 既然是化外之地 如果你們要找 你們自己派兵去找 所以才會有這個 這個戰力有沒有 那時候 請誰 西鄉重道 對排灣族的酋長 日本帝國對排灣族 我們那個排灣族的 很喜歡開玩笑 他說 我們那時候是跟日本帝國作戰 國與國的戰爭 他是講這樣 好 兵力三千六百個人 那時候排灣族的勇士不知道幾個 當時在正面碰那個的時候 是這邊死了三十個人 這邊死了二十個人 然後最後這件事情 之後呢 那 朝廷 那個清朝 就賠錢了事 賠錢了事 所以他們就立的是北京專章 五十萬兩銀錢 賠錢了事 好 之後1871年發生了那個事情 1872年 日本來 來到台灣去處理排灣族的事情 那 之後呢 那個 神保貞 神保貞 蜻蜓就派神保貞 叫到東部撫翻 開山撫翻 有沒有 的政策 但是引起了大港口 那邊的阿美族人 抵抗 他因為他們要從 因為在那個時候 水埋 就瑞穗那邊 要經過瑞穗 要經過 秋孤蘭西 秋孤蘭西出河口 是阿美族的聚落 你用人運 不方便 就是要傳運 要傳運就要經過那個地方 透過河運上去到水埋 那個水埋那邊 結果 那個地方的阿美族人說 你們為什麼要從我們這邊 不行 你就發生衝突 就發生衝突 據我們去了解 大概發生了三次的那個戰役 死了很多人 後來 那個蜻蜓這個地方認為 跟這些高砂族的人 打不是辦法 他們熟悉地形 又太會作戰 只會增加軍人的死亡 所以因此 他們那個 他們的總兵 吳光亮 改裁懷柔的政策 設下九宴 又遍大港口的部落青年 道主人 一直到酒醉了之後 就屠殺 屠殺 這個屠殺的位置 是在現在 晉浦國小的那個地方 晉浦國小 現在還在 被屠殺的地點 所以因此 那個部落的這些 大港口部落的這些 原來的阿美族人 有的往北逃竄 往西逃竄 往南逃竄 南 就到東河成功鎮這一帶 所以他的後衣 就在這個 目前都在那個地方居住 那我們有一年 我們去做田園調查的時候 我們要找到一戶 因為有一個英雄叫做Galph Oak 這個Galph Oak 那個無光亮 氣死這個人 因為這個人太厲害了 他會戰爭 就是要針對這個Galph Oak 這個首領 來租酒族 所以那些人知道說 他們有那樣的一個策略 因此就告訴他們的子孫說 我告訴你 你的爸爸媽媽 叫什麼你都不能跟人家講 所以有一次我們碰到一個 一百歲的阿嬤 就跟他說阿嬤 你的爸爸是誰 他不知道 媽媽是誰 他說我也不知道 那好啦你不講 沒關係 我們又去找他弟弟 八十 快九十歲了 問他說 你爸爸叫什麼名字 他說他不知道 媽媽叫什麼名字 不知道 因為我們要追那個氏族 因為阿嬤族都是幾個氏族 家族 成立起來的一個聚落 奇怪 四十幾個氏族都有 就圍堵那個氏族沒有 就覺得奇怪 因為我們就 合理的判斷說 Galph Oak這個勇士 應該就是那個氏族的祖先 祖先 因為圍堵那個 那個阿嬤他們 哪裡說自己的爸爸媽媽 叫什麼名字都不知道 你叫什麼家族都不知道 可是每個家族都不知道 就是那個不知道 就是我們在做調查的時候發生的這個事情 好 再來就是 一直到了清朝 事實證明 一直沒有讓外來政權統治過東海岸 事實證明大清帝國沒有能力有效統治東岸 只是局部 局部的災 局部的災 這個已經離日本 要把台灣 台灣割讓給日本的時間很接近了 三十幾年而已 好 進入到日本編入時期 好 這個1895年大清帝國把台灣割讓給日本 日本以為大清帝國的台灣是整個台灣 其實不是 因為大清從來沒有統治過東海岸 從來都沒有 一直到他們來了 進入到台灣的時候 這樣不行 還是要把台灣整個收復起來 把它統一才可以 所以1908年的時候 發生了吉安鄉的七角川事件 當時的那些阿美族人很單純 就好像我們去做這個調查的時候 1911年這個馬來道事件 就陳廣奧事件的時候 老人家告訴我們 說 我們不要給日本人管 我們要把他趕出去 我那時候很單純 因為他不曉得日本其實那時候武力非常的強大 很單純 人家就說 憑我們這樣的一個戰力應該是沒問題 確實啦 第一戰是很漂亮 把日本已經趕到西部去了 結果人家繞郎 就繞軍隊下來 後來一直到 之後呢 就發生了一些戰役 在三仙台 三仙橋那邊發生了一些戰役 後來台東是有一個馬亨亨大道 就是在紀念我們那個馬亨亨頭目 日本人就說 欸 要不然你跟你們的同胞講 說 請 我們來好好談 結果那個阿美族的那些酋長 那個頭目 不願意啦 他說 那個 你們自己製造的問題 你們自己解決 那個馬亨亨頭目 不願意去排解這個問題 後來日本人想想 這樣也不是辦法 後來就把幾個 這些比較有得高萬眾的頭目 各組的頭目 把他招待到日本去遊覽 去閱兵 就給他們看 日本有 的軍艦 戰車 飛機 非常的強大 你們打不過日本的 後來那個馬亨亨頭目 才約一回來到這個嘛 成功這個地方 跟那邊的頭目講說 你們不是他們的對手 你們趕快 日本人說 我們可以不追究 不追究你們的事情 所以這個事情才落幕 這兩件事情 那七甲磚事件 是牽扯到太魯閣族 太魯閣族 那時候太會殺人了 沒辦法 那 在那個之前 也發生了一些屠殺事件 屠殺事件 一直到了1930年的烏森事件 大日本帝國才完成 對台灣的統一 因為原住民也打不過 就只好認了嘛 就接受了 才有1937年的什麼 黃明化 接受黃明化 接受日本的教育 最後1941年 成熟了 符合國際間的那個了 才在1945年的4月1號 把台灣納入 編入了日本的國土裡面 再來就是 中國佔領時期 這個有幾個階段 那 蔣介石能夠來到台灣 就是因為蒙軍的 什麼 麥克阿瑟發布的 第一號命令 代表征服者 我們佔領 不是台灣光復訣 台灣光復訣 是個騙局 已經事實可以證明說 台灣是一個騙局 10月25日只是一個分配佔領 就是一個所謂的 那個 好 好 我們再看這個 我們來看那個 討論這個 1943年一直到1952年 之間發生的事情 英國的外相 1950年7、26號的時候 這是機密啦 這是機密 解密的東西 有關台灣未來前途 有提到 英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合法的中國政府 在1950年 他說 承認說台灣有他們的主權 這是英國當時 在那個年代的態度 然後呢 第二個就是台灣在法理上 人為日本帝國 所以麥克阿瑟將軍在1951年 5月5日在國會的聽證會上 法理上 人為日本帝國領土 表示台灣目前的地位沒有改變 這個是1951年 麥克阿瑟將軍 一直到2004年 那個黑人 將軍 那個叫做 鮑威爾 講同樣的話 他也是講說台灣目前的地位 還是沒有改變 時間到了嗎 請來囉 會不會太 很硬齁 想睡齁 很好的催眠曲 不過台灣的未來還是需要大家來共同努力 一個人的嘴 如果我們對這個法理論述熟悉的時候 任何人會拿一些 一堆奇奇怪怪的那個論述給你反駁 有了這些論述 你就很可以 可以理直氣壯跟他講說 你錯了 先生你錯了 不是這樣子 馬上 可是你跟他講說他錯了 他愛面子 他死不承認 一定也死不承認 好 那今天就上到這個地方 好 謝謝 各位同心 哈口休閑長環境